戴降噪耳机耳朵闷得黄 到底是耳机问题 还是我耳朵问题 上个视频有朋友问 既然降噪耳机没有危害 为什么我戴降噪耳机三分钟 投影五个小时 难道是我山猪吃不了细糠吗 这里我的建议是 五十包油解菌酬 很多人都会在开启耳机降噪功能一段时间后 感到耳朵很难受 家族上有传言说 这是因为耳机封闭 产生的大气压 导致耳朵疲劳 那为什么戴着普通的弱耳式耳机 不会觉得闷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 目前市面上的降噪耳机 大部分是耳塞式的 耳朵里面的皮肤会产生水震气 在耳朵里面散不出去 会像露水一样凝结在皮肤上 而耳朵的神经又特别敏感 所以你会觉得有那么一刹那 特别的痒 特别的懵 另外呢 这是四声波搞的鬼 人能听到的声音频段 一半在20到20kHz 比这个频段海地的称为四声波 对于四声波这个家伙 我们平时都听不到 然而尽管听不见 但是人体各个器官的 固有频率 恰好处于四声波的频带范围 当耳机周围的中低频 被抵消的瞬间 四声波的比例增加 就会产生四声波 或者中低频 造成聚集的现象 当四声波的能量 超过一定量的时候 就会让人产生 投音 恶心 神经错乱等现象 四声波是一个杀人 于无心的武林高手 我们戴上主动降噪耳机后 耳机发出的声波 和中低频相抵消 但是四声波监测不了 所以没有被抵消 四声波比例增加 我们平时不需要处理的 声波变得更加明显 有些比较敏感的朋友 耳朵自然是不适应的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 头晕 恶心 那是不是对四声波 敏感的人 就告别了主动降噪耳机了呢 大可不必 当我们戴上主动降噪耳机 有不适感时 打开音乐 或者介入其他视频 使得四声波的占比 大大减少 强大的隐蔽效应 就能缓解 头晕的状况 所以看到宣传说 某某降噪耳机 戴上不头晕的时候 你知道该怎么选了吧